台獨比梅毒還可怕 梅毒害老婆孩子 台獨害了兩千三百萬人 梅毒比較有處理 拿台獨跟梅毒比較 柯文哲不想和韓國瑜硬碰硬 四兩撥千斤決定裝傻到底 你覺得台獨害怕還是很可怕 你要聽醫生的回答嗎 好啊 我跟你講這很奇怪 一直到現在你知道 梅毒這個細心對便宜性 一直沒有出現抗藥性 所以以後醫生的立場 臨病比梅毒要難處理 市長變回醫生 越說越起勁 台獨對上梅毒哪個比較可怕 柯文哲嘻哈帶過 但韓國瑜的誇張言論不止一句 不愛中華民國 不要九二共四 台獨搞一半 就是肚臍炎以下的台獨 就跟我們到海灘游泳一樣 穿個游泳褲 肚臍炎以下的台獨 怎麼搞 他可能搞了一半 或者聽到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市政做得不是很好 然後總是用這些事情 來轉移焦點 現在他是政治90分嘛 然後經濟10分 大概是這樣 捍衛主權被說成這樣 網友怒批沒水準 包子王正常發揮 但這句話梅毒說 韓國瑜老早就講過 台獨比梅毒還可怕 梅毒害你老婆孩子 台獨就害了2300 兩年前競選國民黨主席時 辯論會上韓國瑜就發表 台獨梅毒說 但明明是捍衛台灣主權 卻被說成疾病 恐怕民眾也聽不下去 閃電新聞李維廷 葉廷台北報導